帥廚新竹章 老師 今天的食材是什麼 是木瓜 木瓜 我們今天要用木瓜 之前先來問一下好了 我們木瓜該怎麼挑呢 我們木瓜 像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木瓜 我們要挑它表面比較光滑 對 比較光滑 然後我們不要有說 太多的坑坑巴巴的 然後你摸起來 你蹭它的時候 它會比較沉甸甸 比較有重量 對 這代表它的果肉 是比較厚實的 對 買的時候不要買太熟的 對 因為太熟你回到家 可能你放了兩天 它就熟透了 對 所以說其實買那個綠色的就可以 對 買回家你可以放著 你可以去看它的一個變化 因為有的是 如果你買太熟的 坊間很多是它催熟 催熟 對 它就讓它在一定的溫度下 讓它快一點熟透 其實木瓜其實就比較不會 那麼的甜 對 是 生長還是需要時間的 亞苗助長是不會有好處的 是不是 OK 好 那這個就不用了 好 沒有 我放後面 今天用主食材木瓜做什麼料理 我們今天教各位做一個 海鮮焗木瓜 海鮮焗木瓜 食材有 木瓜一個 小明蝦六尾 干貝六顆 徐味棒150克 花枝片150克 美乃滋一包 起司絲150克 洋蔥末130克 芹菜末50克 巴西里少許 洋芋片10片 起司粉100克 我們首先 我們跟木瓜已經 先把它對半切 把它紙挖掉了 OK 先這樣對半切 然後把它紙挖掉 這個步驟應該大家都會 然後我們這個 許惟棒比較長 我們把它對切 對 OK 老師 我沾板幫你放中間好不好 好 OK 因為這個風水 這個光是最漂亮 最滿 就是這個地方了 我們用熱水 我們把我們剛才事先的干貝 花枝還有蝦 要稍微做穿燙 對 把它燙熟 海鮮焗木瓜 有海鮮的東西 代表它的去腥味這個步驟 要做得非常完美跟漂亮 我們把干貝放下來 而且是我們的蚵仔煎一樣嗎 蚵仔煎 跟它煎蛋 煎蛋 是 今天是你們 非常光榮的遺憶 真的 子欣的一大步 真的 子欣從來沒那麼開心過對不對 真的 比大學放榜還開心 不是 好棒喔 蝦今天也是特別大隻 蝦子 這是什麼蝦子 老師 這個是小明蝦 小明蝦 對 蝦子跟干貝下去然後汆燙 對 你知道我們 汆燙就熟了 水滾的時候 我們要它的一個鮮甜度 所以我們用泡的 所以我們轉小火 轉小火 放進去之後轉小火 對 然後把花枝片放下來 可是像蝦子跟花枝跟干貝 煮太久不會說沒有口感 所以我們要用泡的 對 讓它不要持續的加熱 OK 那我們現在來做醬一樣的一部分 焗烤醬 溫度維持 讓它一直在這種溫度上面泡 那我們今天焗烤醬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用了一個洋芋片 這個洋芋片 對 洋芋片 它會增加它的香味 這個有分口味嗎 如果你喜歡有海苔的 你也可以用海苔 辣味的也可以 也可以 對 這是原味的部分 是的 我們把它放進來 全部放到袋子裡面去 對 壓碎 壓碎 你今天 它有點參與感 獲勝的喜悅 有沒有把它 怨氣全部把它捏碎來 獲勝的是我們芷希 然後呢 這會判掉 把它捏碎就好了 對 對 我們把沙拉醬 沙拉醬 美乃滋 對 把它放進來 我們加入起司粉 對 起司粉 老師 這兩個東西的 像美乃滋跟起司粉 它的量是不是 看我們個人 看我們個人 起司 有人喜歡起司 比較濃郁一點 比較汁一點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對 我們再加少許的巴西里 巴西里 剁碎的巴西里 巴西里 乾的、新鮮的都可以 今天這個是乾燥的 老師今天這道料理 算是泰式料理還是 這個算是一個 比較夏日的一個創意料理 對 然後我們加入洋蔥 切末的洋蔥 對 為什麼沒有說泰式 因為木瓜其實在泰式料理 裡面其實滿常出現 對 他們大部分都是用青木瓜 青木瓜 對 然後我們加入一些芹菜末 增加它的口感 OK 脆脆的 水水脆脆的 對 然後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OK 感覺這樣就很好吃了 對啊 那我們把我們剛才 捏好的洋芋片 把它倒進來 OK 今天我們要用木瓜 來做海鮮蒟木瓜 老師 像泰國會用是青木瓜 青木瓜比較多 台灣木瓜比較多 對 OK 怎麼分呢 台灣的木瓜 其實它 青木瓜它是生的 生的 對 就全綠的 是很硬的 還沒成熟 對 所以它會比較有一個苦澀味 雜了會痛 對 像我們今天用的是比較 吹熟過後的一個木瓜 是 它的味道的口感會比較 綿一點 綿密一點 不會有那個澀味 OK 剛剛我們的沙拉裡面放了 剛剛的那個 洋芋片 對 洋芋片 碎片 OK 這邊好了 對 那我們開個大火 對 讓它在水滾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它撈起來 OK 如果是在家吃海鮮泡麵有沒有 用這個湯煮也不錯 它還很大隻耶 那就浪費 那整隻蝦都要泡麵去就好了 都好了 好 這撈起來 我們把它關火 好 你要幫我把它這個水有沒有 把它稍微吸一下 好 不會燙 直接蓋上去嗎 對 你們稍微這樣吸一下 對 然後剛才那個塑膠袋 就一個塑膠袋 這邊 你們偷偷抓哪個步驟了 沒有... 好 在後面 現在要把海鮮的水分吸乾 沒有... 老師 海鮮的水分吸乾 的用意是什麼 海鮮的水分吸乾 等一下它在烤的過程當中 它不會出水 是 對 我們把剛才的醬料 放到塑膠袋裡面 醬料放到塑膠袋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把它擠在 它的木瓜上面 木瓜上面 對 不然你用湯匙去 它其實比較不方便 就不會那麼漂亮 對 這些招數我們大家都可以在家 學起來 自己要做美乃滋或什麼 就不用去買那個器材了 對 就直接這樣子用去醒了 然後我們把它往裡面擠 擠瓜袋 往裡面擠 然後我們先用刀子把它擠 一點點縫隙 擠一點點縫隙 對 酷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吃了 那個海鮮讓我整個食欲打開 那我們就這樣子把它稍微轉一下 轉一下 那我們把它先擠一點點 醬汁在底部 OK 老師 這個木瓜是涼的還是熱的 涼的 只是涼的就可以了對不對 冰的沒關係 可以 冰的話最好是拿出來 讓它在室溫上 冰的話那口感會不好 就烤完之後 你烤的時間會拉長 而且裡面它有OK 那我們把我們的海鮮 我們把它依序把它放上去 對 然後看你做什麼 想吃什麼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我們就依序放蝦 干貝 之後如果想吃起司 起司可以再鋪上去 對 我們待會會鋪嗎 會 等一下會鋪 然後刷汁 還有蟹肉棒 對 還有蟹肉棒 可是昨天 木瓜我吃過 但是你烤完之後 整個拿去烤完之後 我真的沒吃過 真的喔 等一下就讓你試看看 個人是還滿期待的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海鮮料 把它填滿 你填滿 多一點 多一點 填不滿沒關係 不要 不要浪費 對 不要勉強 真的... 現場解決 是新鮮吃就很好吃了 冰蝦耶 好 那我們接著 把我們剛才剩餘的醬汁有沒有 把它填在上面 這麼好吃 跳這麼久 因為這是吃蝦子的感覺 跳這麼久 你們想要看看吃干貝的感覺嗎 沒有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妳不知道 我知道 讓他吃 然後我們接下來 醬汁擠好了 不一樣 不一樣 沒有 這次是左右 剛才是上下 好 那我們累 好累喔 不能再吃了 太累了 我們把我們起司絲撒上來 是 注意 等一下我們烤的時候 因為起司絲會往左右兩邊融化 所以我們是把它放中間一點點 否則它會溢出來 會整個木瓜那個賣相 就不漂亮了 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放進烤箱去做 最後 最後放烤箱之前 你們想看吃花枝的感覺嗎 沒關係 夠了 我想要看吃生菜的感覺 這個... 生菜還好... 好 不要鬧了 來 進烤箱 老師 這個烤箱進去要多久時間呢 我們差不多十分鐘的時間 十分鐘就好了嗎 現在已經預熱了對不對 對 現在已經預熱了 溫度要怎麼拿捏呢 老師 我們上下各200度 上下各200度 對 因為我們本身的食材 是已經熟了 你放下去 你看它這個 好 各位 等一下 老師先不放 各位 老師先幫我拿出來 我們在放木瓜的時候 因為它是圓形的 所以它可能會晃 所以你看我們的下面 老師的下面有沒有 稍微修了一下 好不好 老師把它削平了 所以這樣子放 就OK了 好不好 好 老師不好意思 不會 這個很重要的 老師都沒有教我們 留一手 真的 它都是留一手的 真的 難怪你活到現在 沒有 其實它的本業不是這個 它賣手機的 真的 沒有 開玩笑... 好 我們剛剛溫度 可不可以再幫我們複習一下 老師剛剛的溫度 我們是上下火200度 200度 那我們要讓烤箱先預熱 差不多8分鐘至10分鐘 你以烤箱的大小 那你的溫度 因為一定要預熱 它等一下進去的時間 你才會比較好去控制它 OK 時間多長呢 差不多10分鐘 10分鐘是不是 對 好 我們在這邊稍等一下 待會10分鐘之後 我們的焗烤木瓜 就完成了 老師那可以幫我們拿出來了嗎 可以 酷 我還沒有吃過熟成的木瓜 木瓜烤過 先放這是不是 先放這 好像我們台灣的地圖 對 它整個 寶島 寶島 它有點顏色 它又有點香味 它旁邊你會覺得好像會滑 對不對 那我們放一點生菜 真的 你順便做一個擺盤 好的 太美... 太美了 太美了 因為它烤過了 其實它就會變得比較脆弱一點 脆弱一點 會更脆弱 對 所以我們把它盛到 我們的盤子上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OK 對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好的 各位 上面再擠上醬料 起司條表面鋪勻後 放入烤箱 10分鐘後即可取出 那木瓜變得好軟喔 真的嗎 好漂亮 我要吃裡面的海鮮 我也要吃裡面的海鮮 很快要拿起來了 那個木瓜 木瓜原本是水果 但是因為老師上面 有放一點點海鮮 然後又有起司 變成它木瓜肉上面有沒有 它有一點點淡淡的油脂在上面 然後吃起來的時候 非常非常軟嫩 很像在吃溫熱的 木瓜牛奶的感覺 有耶 木瓜牛奶的感覺 沒有想到 我們的海鮮跟木瓜 融合在一起有這麼好吃耶 真的 而且它那個起司的味道 完全融合在裡面 木瓜牛奶 它那個木瓜 加上那個起司 就有點像木瓜牛奶的感覺 因為是乳製品來的 像溫熱的木瓜牛奶 不是冰的那種感覺 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它美乃滋 搭配得恰恰好耶 YES 好喜歡喔 而且它的海鮮好甜 然後加木瓜好甜 加起來超好吃的 超甜的 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 你說不要用南瓜熟嗎 真的 來... 我跟你講 這一定要吃非常非常好吃 我跟你講 來,鏡頭看一下 鏡頭看一下 你看,雖然我們已經挖完了 對 但是它吃起來有沒有 顧得很好 還是 好好吃喔 正面找土鳥 生活主義要認證 拜拜 對 又好吃 擁有味道 這是一種的 不太想做 真巧 原來是 雖然 你以為 烈白點 他說